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台股又涨203.4540而已 成交量还是非常的大 昨天当然是更大 历史天亮 未来这个行情怎么研判 那我想最近盘面上有一个焦点 叫做台积电 台积电到底它的状况如何 大家应该很关心 我们看一下 有人说台积电配息越多 现在大概目前每一季配两块半 一年配十块 分成四季配 配息越多股价就会越涨 就大家写信打电话去给台积电 炒着要配息 配股这样股价 配很多股息出来 两块半提供到三块 到三块半 这样股票就会大涨 那到底对不对 说真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笑的行为 为什么你就是一个股东 什么时候是有股东的权利 开股东会 说难听一点 你平常不能去干涉公司的经营 那怎么可以炒着 要改变公司的配息政策 这是完全是夸张的 完全是不通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想一些问题 好台积电目前的状况是 三年内要1000亿美金 投入设备的支出 那我们说除了1000亿之外 今年是用300亿 三年1000亿 那这个美金 所以将近有2.8兆的台币 那台积电目前的状况怎么样 目前状况是这样的 那2020年是赚了5132亿 公司的库存现金是6600亿 这一次等于是每年要配出去的 就是一个股本 两块半乘以四 所以一年配2599亿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减掉 剩下公司的就2600亿 那加上这些现金可能就是 这个9100亿左右 三年要投资2.8兆 说真的他势必要再做举债 要不然你把公司钱都配出去也不行 6600亿就算不肯乱动 好 那我们这些情况要做举债 那也不要忘记 现在台积电的负债9000多亿的 它已经是32%的一个负债比例 这么高的负债比例 将来再举债 那可能就40 50%了 当然举债越高 公司的不确定性就越大 安全性就越低 这当然不是非常好的事情 好 那我们就除了这个之外 3.1千亿美金到底是给谁 是跟台湾的厂商 这1千亿美金2.8兆让台湾厂商 零组件厂赚去了吗 协力厂赚去了吗 不是 重点谁赚去了 他要买设备 要扩充厂房 要买地 对不对 那这些钱当谁分走了 来 买材料嘛 当然就是美国的大厂 英雄材料 艾斯莫 柯雷 柯林等等 这四个大厂 你要设备要跟他买 不然你哪来半导体设备 台湾没有半导体设备 不好意思 只有零组件的供应而已 所以我们说我们周边的协力厂商 要赚什么 就赚这些零组件的钱而已 真正的机器大厂的钱赚走了 都是美国的公司为主 所以不要给1000亿美金 2.8兆台币 是我们台湾这些厂商 协力厂商把他分掉了 那是幼稚 不可能这样的 懂意思吗 好 因为他们的设备掌控在他们手里 所以怎么样 美国才能够动不动就是 跟你下命令 你不可以跟 这些中国华为的单 那如果都是我们自主的 设备也是我的 基数也是我的 你怎么可以随便命令我 我干嘛听你的话 我要接谁就接谁 当然不是 就是因为很多设备都要跟美国买 那你不听话 不听话就把你管制不卖给你 那就麻烦了 所以台湾这1000亿美金的钱 很多都要去跟美国的厂商 甚至日本的厂商买设备的 好 那我们台湾目前的格局 就是空头格局 这也没有任何改变 今天还在600块以下做挣扎 所以我们这个格局 有没有任何改变 没有 那你发现台湾展不动 它在协力厂 当然就长不动了 原因是什么 它是 母猪没有奶 奶水不足 生了这些小猪 当然就养不肥养不大 很简单的道理 懂意思吗 母猪只能吸小猪 只能吸母猪的奶 那当母猪瘦巴巴 奶水不足 那这小猪怎么可能胖嘟嘟呢 懂意思吗 台积元股价都不会涨 相关的协力厂怎么可能大涨呢 所以你买进去你发现 这些都中奖了 套在里面动弹不得了 看懂吗 是不是都痛弹不得了 都涨不动了 他说这叫选股冠军 国小选股冠军买的 买这种股票 都挡在这里动不了了 好 所以你就发现 这些股票动不了 你看多久没动了 15到20天没动了 对不对 涨不动了 为什么你想想看 我们刚刚讲原因就是 在目不暖 在那儿子哪儿的费 台积元都涨不动了 这些协力厂商怎么可能大涨呢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懂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买这些股票 当然最后就是 怎么样 套在里面 你要跟国小选股冠军买 就套在里面动弹不得 好不好 台积元股息配越多 股价就越涨 所以写信打电话给台积元 要求他多配股息 我们说这个行为是非常的好笑 这叫胡说八道 为什么是这样胡说八道 股息配越多 股价就越涨 那如果这样不得了 这家配最多 不是配两块半 配91块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 大力光涨翻天了 很简单 配两块半 改成配三块就会大涨 那配91块不是涨到美国去了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有吗 2月23 大力光发布股息政策 91块不是两块半 那请问股价在哪里 2月23 这条线就是223 看到吗 发布股息92块 现在呢 不是配90几块吗 股价怎么涨不动 所以跟配很多股息 跟股价有绝对关系吗 没有关系嘛 这怎么会有关系呢 虽然很多人不懂 你随便就被呼嚷了 那有这种事啊 如果会 那大力光就不是在这里 他应该涨到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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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涨上去了 因为他配90几块嘛 不是配两块半的 不是配三块嘛 结果呢就股价好像跌了500多块 所以是这样的 配越多股价就越涨嘛 胡说八道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一间美国公司 这家全世界最有名的公司 就是股神巴菲特所拥有的 叫普克夏公司 这家公司从成立到现在 从来没有发过股息 从来不发股息 巴菲特的政策就是 我不发股息 这家公司赚了钱 我通把他留在公司里面 当然他有他的说法 他有六个理由 他讲什么 来 普克夏 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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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不发股息 然后股价大跌吗 没有耶 股价大涨 懂意思吗 不然他怎么称为股神 他所有财富都在这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大涨 他当然就变股神了 好 所以他为什么不配 六个理由 其中一个就是股利会课税 第二他就转投资 公司才能够充分应用 所以不是不一定要把钱 配给股东 你股东买了股票 两个利益 一个配股息 资本利得 第二个怎么样 价差 那我不用给你资本利得 我台资源不用给你两块半 甚至我不配 我把所有现金留在公司 股价从600涨到700 可以啊 100块 股价涨100跟股息配100 当然是股价涨100好 股息配100还要扣税 懂意思吗 所以很简单 投资股票两个利益 资本利得配股配息 第二个呢 价差 所以有时候价差很大 你根本就不用 股就台资源会涨100块 你要看两块半 三块的利息 所以很简单 台资源涨起来 根本股息无关 那如果你问我说 他怎么样会大涨 说真的 如果纯粹就股利政策 他宣布不要发股利 我跟你讲 比发股利大涨的机会更大 为什么 钱留在公司 才能够因应各种变局 股价涨就好了 干嘛一定要发股息 懂意思吗 所以责利率很高 就是配股配息很高 两块半 变三块变五块变十块 就会产生它的质力提高 但是不要忘记 所有的股息 怎么样 除息是除你自己的钱 有听过吗 那个息是你自己的钱 从哪里割下来 从你的股价砍下来的 我今天100块 收盘1块明天要配息 配5块明天平盘就是95 昨天100今天怎么变95 因为5块配给你利息 所以给你的利息 从股价砍下来的 请你吃一块肉 割你的大腿肉给你 割你的手臂肉给你 那是你的肉 懂意思吗 除息是出你自己的钱 也不要搞不清楚 还要再兼扣二代健保2% 我配给你1万 对不起 200块先扣下来 2%先扣下来 那只有配给你9000% 所以一除息 马上就被扣掉了 将来这些钱 要并入你的综合所得税 如果超过27万 还要课综合所得 那如果你所得40% 你回来还剩六成而已 你100万配息 对不起 如果你所得很高 40% 回来剩60万 先给你扣2%的 二代健保 回来剩58万 不要忘记了 所以这些不是那么简单 那么想 那么单纯 但是很多人不懂 他就跟你胡说八道 把台积电股息提高 每个打到你吵 去闹 写信 台积电就会大涨 没有这种事 完全回撤 好不好 刚讲 巴维特为什么不被鼓励 这个六个理由 他讲很清楚 其中一个就是不要被瞌睡 股东也不需要 股东为什么不需要 我给你加差就好了 你要什么股息 你股息配两块 我给你加差100块 你要选哪一个 当然要加差100块 巴维特说我不配息 股东不需要 讲很清楚 他要赢你转投资 并购 对不对 所以股息不是你想那么单纯 他很多问题 这些东西在书里面 但是很多人搞不懂 他以为配息很好 其实搞不清楚 懂意思吗 你要追求是报酬利 不是股息 质利根本就不存在的 股息是配你自己的钱 当然同意是吗 又不一定能填息 那你除息之前 现在都还没除息 要等股东会开完 再一两个月才除息 现在买进去 这段期间好几个月 搞不好三个月 搞不好半年 股价是要波动一下 你的息都不够赔了 所以重点不是配息 重点是你股价会不会涨 这才是重点 懂意思吗 所以质利是不存在的问题 那是规则的东西 很多人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说 很多人说台积电打那样去 接他配息 写信接他配息 提高配息 股价就会大涨 我听你在规则 没有这种事情 不要胡说八道 所有结论 胡说八道 乱搞一通 没有这种事 不要被骗了 好不好 好 金利科 因为专业知识不足 就会买到这种股票 他不但这样也打到台积电子炒 写信去炒 很简单 专业不足 所以最后就买到金利科 金利科今天礼拜五 四 二 三 看到第七支的跌停板 七支跌停板 买到的人 欲哭五类 真的是欲哭五类 对不对 一百万七十万都不见了 一二三四 五六七 搞不好将来要看到第八支了 头这边还要剩多少钱 如果这是你的股票 你还剩多少钱 你想想看 所以买到这种公司的人 欲哭五类 那谁会买到 就叫你打电话去台积电 他就叫你买这种股票 专业不足 好不好 来 你看一下 洞一根 看到吗 多可怕 有没有 我们看周线好了 你看连跌三周了 将近六成了 这爱民为什么跟你说 有一天 当股价回档的时候 你看不懂 你跑不掉的 金利科就最好例子 你跑得掉吗 很多人根本就跑不掉 开盘就跌停板了 你怎么跑 有没有 你看这样跌下来 六根跌停板 你怎么跑 你告诉我 好 那我们先想看 这什么格局 不是卖出去要出现 转由三线转空的格局了吗 对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买呢 你可能被处理出货 你都不知道了 懂意思吗 你是赔着六成 不是很可惜吗 这七根停板 不是很可惜吗 对不对 世纪也是一样 也是看到七根停板 已经六成了 来 59%了 来 这不转空很久了吗 趋势往下 充满一乱动 不足 转空很久了 头这边要 你怎么会在里面 张爱民也早就告诉你 这格局不对了 你要跑了 有吗 危机如果每个人都看懂 就不是危机了 有没有讲 有啊 三月二十三东升的节目就跟你讲 这股票要挂掉 这样再临走了 有没有 这三线二线三线都跌破了 第一线快要挂掉了 三月二十三 张爱民就跟你提醒了 有啊 一定有讲啊 东升的画面的截图 有没有 四月八号就大跌前 连续跌停了前一天 九号就开始连续跌停 来 大跌前一天 你没有看到 他已经站在旋爱边了 这都快挂掉了 快挂掉了 快挂掉了吗 你发现站在旋爱边了 一下下去就掉到万丈深渊了 那你还去买 你还不跑 不是吗 所以有人说张老师 你的股权系统价值在哪里 如果你今天不用多 你买四张金利科就好了 好 那你看到这个图 你告诉我价值在哪里 九百多块 现在剩下五百了 你告诉我 你这个图你还敢买吗 投资面 你还敢买这种股票吗 你想想看 如果这种格局你看到 投资面 九百块以上 你告诉我 有没有 剩下多少了 四百一十了 那请问这张土值多少 投资面 你告诉我 这张土值多少 九百到四百一十 这样值多少 将近五百块 十张就五百万 那你觉得值多少 你自己去评估 看你手上有多少资金 看你专业够不够 那如果你不够 股权系统会对你有点帮助 不要说很多帮助 一点点就好了 哎呦 想要买一百张 哎呦 好像不大对 不然再观望一下好了 九号就开始跌天板了 你看这格局不对 你会去买吗 不会吗 不是吗 价值多少 你自己心里有数 你看你这次赔 这两档股票赔了多少钱 你心里比谁都明白了 这两档股票 就前一波 市场最多人在喊的股票 所以我知道 上个最重 那我可以跟你讲 这就是被主力出货 不然怎么会同时 那么多人在喊 喊完之后连续跌停 是不是 好不好 来 未来怎么办 我已经跟你讲很多次了 碰到烂事 赶快脱身 不要再跟他扯 赶快跑就对了 遇到烂股 赶快停损 你在跟他耗他 耗他有什么用 懂意思吗 好不好 来 金利科 将近六成 七根跌停板 有没有 哦 转空很久 很久很久很久了 对不对 好 世纪也一样 将近六成 五九趴 一样 七根跌停板 所以想想看这种股票 这还是选股冠军选的 没办法 国小选股冠军 你自己又看不清楚 要乱跟 有没有 好 看到吗 早就转空很久很久了 所以看完这两档股票 投资人 如果你有买到 我知道很多人都买到 你心里在滴血 滴血 六成不见了 当然在滴血 好 这一支 一根 两根 三根跌停板 摄影师 来 导播切快一点 一根 两根 三根 三根 涨停板 不是跌停板 来 你再看一次 七根跌停板 对 三根 涨停板 你看那个心里是 一个在天堂 一个住套房 永无宁日的套房 跌了七成 我可以讲 那夫妻都吵了 吵翻天了 你说家庭会很和谐 我也不相信 老公买了 老婆就骂他 怪他 其实老公也是为了 改善家庭经济 希望股票会涨 他也不知道这是地雷 对 快七成来 不是地雷 你想想看 那如果你买他这种股票 每天都庆贺 对不对 老婆 明天去哪个牛排馆 吃牛排 我们找一下 对不对 开心 对不对 很开心的 那反过来如果是这个 每天吵架 每天吵架 我跟你讲 不骗你 为什么 空头格局你看不懂 有什么办法 多头格局你又看不懂 不敢买 对不对 这个多头格局 三千万多 这个空头格局 三千转工 所以你必须有能力看得懂 你看光这两档股票 一个加上七根跌停板 七根 一个三根涨停板 我不要说七根涨停板 这样你看这对照心情 那真的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 这很可怕 落差太大了 这怎么比 世界上最残酷就是比较 那请问这两档股票谁买了 三根涨停板 我的客户买的 所有的会员都有买 普通特别总统 我口信都发出去了 三天前一早就发了 九点十几分钟 真的有吗 搞不好吹牛 来 手机拿过来 我们待会再来看 真的有买吗 我们待会看手机 所以我们最残酷就是比较 你看我们会员多开心 多愉快 多轻松 多快乐 对不对 三根涨停板 有讲 昨天有讲 就跟你讲这一支 有没有 有啦 电视画面在这里 这一档股票叫什么 就这一支 不是吗 一样啊 就同样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是不是这一支 没错嘛 是不是这一支 对嘛 没错嘛 就是名义嘛 懂意思吗 没错 名义今天看到第三根掌停 普通代表总统 同步收到这种讯息 名义攻上第三根掌停 大家恭喜 前面一根 两根 三根 第一根 这里 礼拜三的 四月二十一号 一早就掌停板 哟啦 咻就掌停板 真的吗 我们看扣讯 今天忘了把这扣讯处理一下 我们看手机也一样 因为手机都有 我们手机有监控的扣讯 来 在这里 这是不是三内 礼拜三 四月二十一号 一大早九点十一分 没错嘛 有喔 总统特别普通 同步买进 没错 上面有时间 九点十一分 没错吧 是不是九点十一分 说这边 总统特别普通 不是吹牛 吹牛没有用 吹牛客户也不会原料 我们不是用骗的 那一招我都不想学 学那个很苛词 我赚了几倍 你都用骗的 丢自己的脸 丢祖宗霸呆的 这种事我不会做 好不好 来 你看 三根涨停板 对照这个 七根跌停板 哎哟 天啊 七根 对照这个 七根跌停板 六根 第七根还没出来 六根跌停板 你看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里 高下立判 说真的 股市就是这么残酷 没办法 就这样 你跟错人了 你买错股票就这样 他不会跟你客气的 管你有没有日行一散 有没有童子已经扶老太婆过马路 买错股票 就给你跌停板给你看 他不会跟你客气的 你看 三根涨停板 真的开心 非常的开心 这四根 应该下礼拜一就会实现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还锁住三万多张 好不好 来 金利科 加点六成了 七根跌停板 这个也是59% 六成了 好 看到吗 三根涨停板了 你看多开心 他这边 股市最安全的路 永远就是跟赢家同行 有没有道理 没有第二条 懂意思吗 你为什么买到赤心 为什么买到金利科 当然你为什么不会买到 我不但不会买到 我会跟你讲 这股票格局不对 赶快跑 有啊 刚重播你不是看到 影片你都看到了吗 是不是 片子你都看到了 每个人都渴望赚钱 却又舍不得付出代价 只有付出更大的代价 非常可惜 东森粉丝 拿你手机扫描QR Code 用LINE加好朋友的方式 扫描这个QR Code 免费加入我们的LINE 你加入这个LINE是免费的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发上来咨询 我会提供一些客观的意见 给你做参考 你跟着我们操作 加入会员才是要费用 加入这个LINE是免费的 然后发进来之后 我看不到你 所以你要发个讯息给我 告诉我 你是东森的粉丝 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问题 一边就留下来 张老师我什么股票 我经济客们要带多少钱 应该现在怎么处理 我买了几张 没关系你就发过来 我提供一些意见给你做参考 好不好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拿一手机扫描QR Code 就像LINE加好朋友 扫描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LINE 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我们把时间交给 明乐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广化来继续 请张老师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您回到讲迭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有一个股票 因为一个题材 叫做比特币 涨了29倍 这种股票叫汉逊 它做显卡的 涨了29倍 浪漫涨29倍 最近又有一个 这个比特币相关的 这个题材出来 叫奇亚币 好 这新闻都登出来了 但是这个新闻 股票都写错了 根本就不是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写出来 你看这几档 昨天发布新闻 全部都打到很惨 汉逊立台全部打到跌停板 所以这次奇亚币 它跟以往的比特币哪里不同 比特币是用运算挖币 奇亚币是用硬碟挖币 什么硬碟 大型的硬碟 13T 14T 15T的 我们现在家用电台 大概1T到2T 有人说是创建 什么群联 那又不是 为什么 创建做记忆卡的 我们随身行车记录器 那种小卡变插上去的 不是那个 懂意思吗 要做的是大型硬碟挖币 所以不是那个东西 台湾只有一家 做大型硬碟挖币的 今天东森 也开始讲 赵一鸣三天前就带会员买建 来 昨天有讲这家 台湾最大的硬碟 组建厂制造厂 这家我把它盖起来 我当然知道 因为这是我盖的 就叫名义 懂意思吗 是不是叫名义 没错嘛 好 名义今天看到第三根掌停板了 我的会员已经买进 三天前都买进 普通特别总统同步买进 一照开盘 掌停板第三根 还有两万多张锁住 要打开可能没那么容易 来 有没有讲 昨天有啊 跟你讲这个啊 有没有 这现行是谁的 就这一支 没错 今天第三根掌停板了 礼拜一 礼拜三的传承稿 三天前 昨天传承稿 两天 昨天三天前 礼拜三 礼拜四 我都有写 这部分都讲 奇亚币的部分 讲名义的部分 因为这个股票 我真的昨天还没讲 怕一讲 根本就飙上去了 所以还没有 今天才正式把 股票名字掀出来 我们有客户买到一百张 他买了一百张 他跟我说 他晚上都睡不着 太兴奋了 为什么 他现在一天赚六万六 第二天不是六万 因为再乘一点一趴 乘十趴嘛 所以变七万二 他跟我说 他如果赚到第十根的时候 一天会赚十四万 那累积十天就九十万 他晚上都睡不着 非常兴奋 从来没有做股票 这么开心 这么愉快 这么痛快的 人生真的是非常的美好 好 有没有涨到 还没涨 懂意思吗 不是最安全的 就是跟赢家同行 好不好 东森粉丝 那一手机 三百区 稍微免费加入light 所以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 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持股问题 并且留下 时间交给明德 感谢分析的提醒 观众朋友本公司 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应道 独立判断 审生评估 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要做顺利 我们再会